它原則上大部分的程式都已經幫你們加上去了 所以這個有點像填充題 它不是全部從頭到尾都自己寫 那需要撰寫的部分 總共會有幾個區段 大概有七個區段 大概有七個區段 首先的話,第一個 它會考各位的 第一個 這邊 SQL 語法 這邊有一個SQL Create SQL 它已經幫我們做好 所以還好這個沒考到 不然這個時候SQL 語法這麼長一串 我看很麻煩 它要考的是 SQL 語法幫你做好了 你會不會去run那個程式 run那個SQL 語法 那run完之後的話 會產生一個結果 等於查詢的結果 那我們要把查詢結果怎麼樣呢 再放到底下這個地方 有個adapter adapter就是一個連接器 這個連接器做什麼呢 因為我查到結果 我要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list view 上面顯示 所以還好 adapter這麼長一串 也不用寫 再來第二個區段是這裡 你要怎麼樣把資料 放在list view 裡面顯示 list view 顯示 這個是第二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 第三個區塊的話 我們再來 往下找 往下這邊 如果你程式看到有一個叫 這邊有錯誤對不對 請你把 override 拿掉 或者游標移動到上面 它也會移除 override 注釋 把它移掉 這個有時候會錯 這個地方會產生錯誤 然後呢 再來的話 要往下這邊也是一樣 把 override 拿掉 這個部分都不用動 這個也不要動 第三個區塊的話呢 是在這邊轉寫 在這裡的話 有一個叫 list view 1 點 set on item click listener 這個也還好 它幫你寫好了 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要去做什麼事情呢 要去偵測 點的那個動作 點 這裡的話 我把 UI 介面 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UI 介面 已經做好了 所以不用寫 我只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邊有個 main 裡面的話呢 這邊 會有一個list view list view在這個底下 在這邊 也就是我今天呢 查到資料 要放在這邊顯示的話呢 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呢 有一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這裡 要把資料呢 怎麼樣 使用的點到某一個list view 之後的話呢 它要把資料 秀在editedview 我剛剛有講過 點了之後有沒有 它要把資料 放到editext裡面 並且讓使用者 可以去做update的動作 所以這裡 這個是第三個部分 要撰寫的程式 第三個部分 那第四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底下 insert update delete 所以總共有六個部分 有六個部分的程式碼 那我要怎麼樣去做insert 怎麼做update 怎麼做delete 所以程式碼加起來 我大概算過有二十幾行 二十幾行 那這些部分的話 大概也沒有更快的方法 還是大概 第一個要知道邏輯 第二個呢 要稍微把它記下來 考試的時候把它key上去 就這樣 那我們大概 講一下這個程式的部分 該怎麼run 這六個區塊的程式碼 六個區塊程式碼 有哪一些 哪一些 首先的話呢 這個部分 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程式碼 我剛剛講第一個區塊 這個sql 語法 完成之後的話 有沒有 這create這個sql 語法之後的話 接下來要針對database 做一些事情 那特別注意上面已經幫我們 宣告了一個database 在這裡 這個什麼呢 這個sqlize database 它的實體呢 就是database 所以我們運用這個sqlize database 可以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動作的話呢 它有個方法叫做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那後面的話有幾個參數 其實後面幾個參數呢 不需要去支配 你第一個要知道方法就好了 或甚至將來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這個方法的話 在這個sqlize上面 有沒有放上去呢 也會有一些說明 其實這個說明裡面呢 也會有一些 讓你知道要怎麼去做的 一些相關的說明 那如果不夠清楚的話呢 這邊有沒有 優標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這裡呢 也會有一個叫 open attach java docs in browser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這個說明文件也會跳出來 那其實就是enjoy的一些 相關的說明文件都在這裡 那剛剛有老師問到說 那這個部分呢 幾年發現這裡都有答案 都在這裡啦 都在這裡 那你只要從這邊找到答案貼過去就好了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實際上 它是local的 剛剛有老師會以為 是不是在網 連到網路上 其實不是 這個就在你的 Android SDK裡面的DUX的 有個reference的一個資料夾 打開來就是喔 不信的話我證實給各位看一下 打開有沒有 這個Android SDK 開起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一個叫DUX 這個就是放文件的地方 打開之後 一個叫reference reference這邊有沒有 點開來 再打開index 其實喔 這個文件呢 就跟網路上放的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它有更新 那不算喔 沒有更新之前的話呢 通通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查任何的相關訊息呢 裡面都有 裡面都有 那打開來之後你會發現喔 OK 有沒有 這是Android SDK 所有的相關說明都在這裡 你要查的話 可以從這邊查 那回到我們這個程式碼裡面來看 這邊 這裡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Database裡面第一個 我要去檢查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SQLize它是一個檔案形式 如果呢 在根目錄裡面沒有 點db的這個檔案 它就可以選擇說 你要如果有就開啟 沒有的話呢 就create 後面加一個 database 那相關的參數喔 其實也不需要去背 有不要放上去之後有沒有 你就會看到答案了 第一個參數什麼呢 一個string string是什麼呢 一個name 就是database的name 那這裡的話 上面已經幫我們宣告 一個叫dbname 它是一個database的name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呢 intmore intmore就是說呢 你的讀寫方式 它有兩種 其實底下都有說明 這個地方 有不要放這裡 有沒有 往下找 這邊也叫intmore 有沒有more 這個operationmore 這邊有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illedable 這個叫mold seul прок 이고 也可以把這個部分複製 貼過去就好了 最後一個參數是什麼呢 其實它這邊有寫了 它這個通常是factory 你要不要有個factory 沒有 那待會兒就給它弄我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通過幾個參數 我大概可以參考這邊去做一個判斷 再來的話呢 我開啟之後呢 我還要在執行它 所以在database裡面呢 有一個SQL 如果有操作過SQL的老師們應該都知道 我要把SQL語法丟給database的話 必須要SQL 那就把上面的字串 丟到SQL底下 去做一個執行的動作 那最後呢 會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呢 最後我要把這個結果呢 用query的方式做查詢 查詢之後呢 放到哪邊呢 放到這個cursor 其實cursor在上面有宣告 各位可以看一下cursor cursor的話呢 是在database裡面有一個cursor 它這個地方的話 判斷就是現在指標在哪個地方哪個位置 所以點query 我們去查詢 那查詢哪一個呢 table部分的話 也已經幫我們建立好了 那至於query的相關參數 其實也不用記啦 你會想說 6個參數加一個table 這麼多參數我怎麼記得起來 其實也不用死記 你直接郵標放上去之後的話呢 後面就會產生 有沒有告訴你 第一個是table名稱 第二個呢 有沒有是colons的名稱 然後呢 是什麼什麼 這幾個參數 那你只要記得第一個table的名稱給他 其他就不要 就不需要 其他都給num就好了 所以總共有幾個參數 這邊也可以算出來 第一個table嘛 1 2 3 4 5 6 有六個num 所以到時候就打六個num上去 就完成第一個部分的分數 那這個分數 這個要自己打 這到時候考試沒有給 沒有給 所以有三行 那這三行值多少分數呢 其實可以看一下 這三行其實也不好拿 這邊的話 那有一個分數 這分數表 三分 三分 再來下一個階段 三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階段的部分 就是查到的結果 利用adductor 不過這個還好 這個部分呢 他寫好了 不用 放adductor 這個很複雜的 最後你只要把結果 放在list view顯示 第二個部分的分數比較好拿 list view 01 就是我們在畫面上看到那個 點 後面有個叫set adapter 其實用點的也可以啦 這個不用背 你只要點下去 有個set 有沒有 adductor 就出來了 adductor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它預設就adductor 名稱一樣 所以不需要改 有沒有 直接後面再加一個什麼呢 分號 這樣就有分數了 這一行比較值錢 三分就拿到了 再來的話 第三個部分 當我滑鼠點到那個list view的時候 那我怎麼判斷說他在哪裡 並且把資料放到ad text裡面去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在這裡 程式部分的話呢 這個區塊 這裡到這裡 首先的話呢 第一行呢 就是 因為我點到那個list view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位置嘛 我list view到底哪一個位置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用什麼做判斷呢 其實它會有一個參數 就是arg2 arg2就是 儲存什麼呢 我list view點下去 到底在1 還是2 還是3 所以呢 我必須要讓那個什麼呢 我的cursor 我的指標呢 上面有一個cursor 點 move to position 其實用點的也可以 點 然後我要讓資料庫的指標 移到哪一筆資料嘛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參數 就是list view的參數要同步嘛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利用什麼呢 利用cursor裡面的getint 0 那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0 指的是 table裡面呢 這個table呢 裡面有兩欄 第一欄的話呢 叫做id 第二欄的話 叫test 那特別注意喔 get0的意思就是說 我取得的是 第一欄 它是0 第二欄是1 那我取得的是 0 就這一欄 後面這個地方 有個getint 那你會想 getint 因為呢裡面放的資料 是int 所以一定要用getint 如果你getstring的話呢 就會產生錯誤 然後cursor 利用cursor的方式呢 把資料帶出來 帶出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在資料 adtest裡面呢 要改成 我們cursor 有不要放的位置裡面呢 cursor裡面 我剛剛講兩欄對不對 第二欄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用get 什麼呢 string 特別說這邊是string 因為我第二欄裡面 放的資料是string 1 1的話就是第二欄的意思 把資料呢 傳送給adtest 然後最後要怎麼樣呢 把button2 button3 怎麼樣呢 把它able 改為什麼呢 改為true 因為我才可以 點了之後有沒有 才可以去修改 update跟delete 兩個動作 變成true 那怎麼樣把button 變成true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 這個屬性 叫做set able 後面的話呢 給它一個參數 叫true 兩個都變true了 這樣的話呢 按鈕就可以更改了 我想這應該 當然了解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是第三個分數 第三個分數 這填充題 第四個呢 insert update delete 其實update 跟delete 比較接近 因為兩個幾乎可以複製貼上 就完成了 insert的話也不是太困難 首先這裡 我會需要有一個叫containview 這個containview 它主要用途就是我暫存一些資料 比如說我資料要寫到資料庫之前呢 我先把它放在那邊 containview 那其實如果你想了解containview是什麼東西的話 有不要放上去有一個說明 第一個的話呢 cv. 因為我暫時用一個方法叫put put什麼呢 put第二 fill的02 先把它暫時存放在這裡 然後呢 因為我這邊有個參數 傳進來的話呢 有個test 先把它怎樣呢 暫時存放在containview裡面 put進去 再利用database裡面的insert 加入一筆嘛 各位應該就新增一筆的方法 然後呢 新增到哪一個table 所以呢 table名稱 後面呢 加上一個nual 那為什麼是nual 其實也可以看說明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table name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nual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可能要 這個column fleg 這個一般 這個我再查一下 這個預設的 我看看底下是不是有一個說明 第二個是這個 這邊的話有個說明 大部分如果說沒有特殊原因的話 insert no 大部分都會給no 所以這個部分的說明 大家看一下 大部分是給no 那最後的話 給一個value value的話 我們就把剛剛暫存在containview裡面的 這些資料呢 就把它放進去 那為什麼用containview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也叫做containview 有沒有 這邊其實預設就是需要一個containview 所以我們對應到一個containview 把它加進來 那這筆資料的話呢 就完成insert 最後記得呢 把它做一個requery動作 之後資料就寫進去了 requery有點像refresh 我們重整一下 把資料呢 確定寫進去 好 這個insert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只四分 好 再來 接下來update update的部分的話呢 因為我要確定說 我要update哪一筆資料 對不對 那根據哪一筆資料呢 根據ID 我要判斷說到底是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筆 所以這邊的話呢 要根據field01 它的名稱的話呢 這邊有個問號 根據哪一個值 我去做update的動作 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是string 第二個是有一個陣列 string陣列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wherevalue 哪一個值 那最後記得 因為這個值呢 要是integer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 tostring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tostring呢 因為進來的東西 id 它是一個integer 對不對 可是前面是一個什麼呢 前面是一個string 所以我必須把它轉型 tostring 把id呢 tostring之後的話呢 再丟到這裡面來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要陣列呢 其實呢 主要是follow它的規則 各位把游標移動到update裡面 就會有答案了 有沒有 第幾個參數 第一個是table名稱 第二個是containview 第三個是wherevalue 哪一筆資料 第四個有沒有看到 陣列 所以第四個資料呢 參數一定要是陣列型態 那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follow它的規則 你如果沒有follow它的規則 就一定錯 因為我們是最上層的framework 那這邊的話有幾個參數 update之後的話呢 會需要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把這些資料一樣 把它產生一個新的contain value 然後put在cv裡面之後的話呢 分別再把資料放到這個table 那裡面需要四個參數 第一個是tablename 然後呢 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是我們的value 要update的value 然後再來是會有條件 最後的話呢 是wherevalue 就這幾個條件呢 分別給它之後 最後一樣 做一個requery就好了 那底下 其實update跟delete 你可以這樣嗎 把它複製貼上 我記得我是把它複製貼上 改幾個地方就好了 不用containvalue 有沒有 第一個這個可以把它砍掉 就是一二一樣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只要containvalue部分都砍掉 我記得好像把這兩行 這兩行刪除掉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containvalue也拿掉 就好了 所以update跟delete 只要看到delete就是containvalue拿掉 就有分了 這樣就拿12分了 所以有六個地方 六個區段呢 要做修改 六個區段 這個部分要做一個修改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程式碼的部分呢 我也一樣 放在那個 我的網路這個這個空間裡面 雲端空間裡面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好了